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总统大选 事实上过去拜登曾经多次口误 跌倒在公开场合迷路 在北约峰会等等国际场合遭到了放大检视 今年以来在国内各地的造势活动上 讲台上反映慢半拍的状况 连自家支持者都无法忽视 也一再掀起了党内人士的担忧 这一次宣布退选 认知衰退是不是最关键的原因 也持续引发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高龄81岁 身心状况备受质疑 能否有效主掌国家大势成为一大问号 过去更有多次被拍到走路出状况 刚走上空军一号就没踩稳楼梯 直接跌倒 站起来没走几步又重重摔倒 双膝跪地 狼狈镜头频频遭到共和党调侃 台下一阵惊呼 拜登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 再度跌倒 整个人趴在地上 靠两名特勤搀扶 才勉强站起来 尽管拜登驳斥自己认知衰退 但回顾总统任内 当众多次反应不灵光 今年才在北约峰会讲错话 在各国领袖面前 把乌克兰总统的名字 叫成头号劲敌 拜登把泽伦斯基叫成普廷 让全场倒抽一口气 接着再度口误 连副手贺锦丽的名字 都无法顺利说出口 拜登多次跌倒口误 在公开场合迷路 如今不敌焕败声浪 宣布退出美国总统大选 认知能力是否成为退选的关键原因 引发诸多讨论 确定此编译